字幕制作 stressed by email 字幕制作 意識 ören 今天我們來到了玉賀牛觀光工場 這裡是全台唯一 以牛肉為主題的觀光工場 然後呢 這裡 玉克牛 這一個 有四個牛的到底要唸什麼勒 大家趕快集中身智想想看玩點技巧喔 兩歲以上每個人門票一百塊 可以全額比交配 等一下要進去囉 購票之後請戴著自己的QR Code Let's go 全台灣地下以牛肉回主題的觀光工廠 等一下 這邊牛肉有各種味道 這邊等一下有餐廳 餐廳裡面有三種可以選擇 等一下再帶你們去看囉 玉克牛觀光工廠分三層喔 分別是玉克牛市集、玉克牛肉學校、玉克故事館 一樓玉克牛市集主要是餐廳及牛肉選購 有高雄最好吃觀光工廠每村的玉克牛 這裡可以買到美國、牛澳、日本等產地的牛肉 各種部位、各種價位任君挑選 牛肉價位從幾百塊到兩萬多的都有喔 牛小排、樂眼、威力 當然還有日本A5和牛等超多選擇 現在來到二樓玉克牛肉學校 這邊展示分切牛肉所使用的機具們 牛排類的主要會切1.2公分的厚度 或者是厚切牛排的話呢 會到4公分 燒烤類呢最適合通常是在0.4到0.6公分 主公最適合的厚度會設定在0.15到0.2公分 全牛教室 介紹了牛肉的各種部位 還有牛的十萬個為什麼 一起來這裡學習牛肉的相關知識吧 小鳥聊 1、2、3 牛牛 好 我們要來揭曉囉 知道了嗎 這個牛會念什麼 這都在哪 這個牛念牛 牛群的群 答案就揭曉囉 4個牛念群 那再加考一下 1個牛念牛 那安捷棒2個牛要念什麼 奔 奔吧 奔 3個牛呢 奔 4個牛呢 奔 4個牛呢 那如果從1個牛念到4個牛呢 我太難了 牛奔奔 牛奔奔群 大家都學起來了嗎 很棒喔 掰掰 3樓育賀故事館一樣有很豐富的牛之相關知識 育賀牛提供的牛肉以海運為主 像美國牛、牛奧牛 傳奇約14到32天 日本和牛則以空運 運輸時間較短 但價格較貴 1樓的用餐區分三種 有燒烤、火鍋、減餐 燒烤和火鍋要先到冷凍櫃旋肉 各種部位價位的牛肉任君挑選 來這裡吃牛就對了 已經要過午餐的我們 選了許多甜點及飲品 折抵入場門票 吃什麼 奶酪 他說奶酪也是自己做的 對奶酪是自己做的 他奶酪很Q對不對 很Q呢 對 奶酪很軟 這個很特別 很特別 碎牛肉 有火鍋 火鍋 有牛肉乾的肉 所以有味道 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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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台灣人擲真正 泰路感恩建基廟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哪裡啊 我們現在來到位於田寮的石頭廟 石頭廟又叫做 直璇聖天宮 直璇聖天宮這邊主要是祭拜 萬世音菩薩還有祭宮伯佛 然後為什麼石頭廟這邊會這麼有名呢 因為它特殊的建築 它的建築呢 主要是用珊瑚還有石頭 所打造而成的喔 而且這邊之前還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喔 這邊是怎麼打造而成的呢 我們完全是用珊瑚還有石頭所做的 而且是因為當初 泰國的移民呢 他們為了要感謝這個 他們對他們的救濟之恩 所以呢他們去撿現成的珊瑚還有石頭 幫他們黏出來的喔 是不是一個感人之作呢 有空來填料的時候 記得來這邊走走喔 太極勞工為了感謝廟方的救濟 以石頭貝殼為建材 手工並貼出無與倫比的路上龍宮 大家也可以走到廟的前殿 旁邊有斋堂及市集 市集有販售農產品飲料冰品等 廟方還有佛心提供免費的素食餐點 甜湯水果可以免費拿取 前殿旁邊有慈玄文物館可以自由參觀 裡面收藏早期的生活器具古物等 獨特建築的石頭廟是打卡熱門景點 來填料記得要來拍美照喔 請問一下安傑這一家 你們今天來到哪裡啊 天野村 天野村 位於燕巢的天野村 這觀光園區 大人一個人200 小朋友一個人160 可以折抵50元 然後呢也可以租建 那個化和服的配件 化和服是免費 可以體驗一個小時喔 記得先去和服體驗區 先抽號碼吧 大人200塊可以折抵50 小朋友160 K-LOOK上面可以買比較優惠喔 前野村最大賣點免費和服體驗 建議第一站就先拿好馬牌才不會等候太久喔 一般呢我們只會先點上左邊的武器 另外一邊什麼時候想點上 日本的許願 如果說用後實現了之後呢 就會把右邊的眼睛把它點上 那兩邊的方式現囉 一般日本也會把它家裡面當作 招式電影版本 等候的時間先到附近拍拍美照 紫閃藝術牆 簡單派出美美印花媚照 如果室內景觀座位區 有偷新的冷氣好舒服呢 太苦虛 我們還...喔喔喔喔喔喔 魚大白熊欸 怎麼你等了多久 一個小時 第一站就趕快先來 抽號碼吧 趕快先第一站就趕快來抽號碼吧 抽號碼吧 要記得上Google做五星的評價喔 以一組為單位 一組人最後一站上網台就可以囉 總算輪到我們了 免費和服體驗可體驗一小時喔 室內景觀座位區 晚上點了LED燈 像極了點點星空 美美印花不到 隱藏版秘境 漸層鳥居旁邊有樓梯 爬上樓梯後就是秘境神社 神社內有很多貓面具集會碼 還有日式風的和式造景 紀念三月底 前野村有辦花魁主題大賽 將這裡升級更更好拍的花魁風和式 畢竟神社才好拍出滿滿日本風的照片 絕不能錯過喔 欺負一下 我剛剛會有拍 我幫你不要貼到 從神社下來後 映入眼簾的是 一件成鳥居 從白色鳥居 延伸成粉紅色 紅色鳥居 對於這邊的見解就是呢 原區不大 然後記得來的時候 請第一站就先去和服體驗那邊 先抽號碼牌 不然要等上一陣子喔 或者是可以避開人潮 憑熱的時候過來 經過維美的風鈴步道後 有千野商店街 有伴手禮店 賣甜點的果子物語 和賣飲料的千野吃茶屋 不知道你今天來到哪裡呢 哪裡 不知道 千野村 喔對 不是千鳥村喔 也不是千葉村喔 也不是活藝 千野村 什麼是哪裡 千鳥 千野村 裡面有鳥居 還有神社 可以欺負喔 好棒喔 還有水團 還有水團 好那我們先換頭去看水團 水團 來找郭君水團喔 兩隻萌萌又慵懶的水團 安潔們看得好開心 日式祈福牆 會馬上承載著人們滿滿的希望 千野村園區內也有提供餐點 這裡有提供檢餐 火鍋 紅豆湯 鯛魚燒 餐點選擇不少喔 千野村營業到凌晨十二點 最大賣點就是和服一小時免費體驗 穿著和服站在任一個角落取景 都像在日本 一秒杯日本 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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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